每一個香料都是一絲不久的去做 不是現成買回來 馬上就丟進去 我們是由零開始 新鮮的東西去曬乾 再烤焊等等去處理 是很麻煩的 我們做了這件事 真的很想放棄它 但問題也沒有 例如曬些醬 你買了磚回來 一溶掉它就可以了 但我們沒有這樣做 為甚麼 因為你吃得出的人 長洲四面環海 獨特的小島風情 吸引了不少城市人 像這對夫婦一樣 在一年多前 就全家由市區搬進來長洲 還轉行開了這間食星馬菜的小店 我們是馬來西亞的食物 我們的招牌是香雞、椰漿飯 肉骨茶都是我們主打的 我是印尼華僑 我老公是新加坡人 他本身很喜歡煮食 而我剛巧 我家裡 我爸爸媽媽全部都很喜歡煮食 我們的做法是新加坡正宗的做法 胡椒味較重 不像馬來西亞的做法 是一些藥材味較重 香料都是我們家鄉的 特意找人拿回來的 因為在香港市面上找的 都不太適合我們想要的 尤其是白胡椒 我們用沙羅月的白胡椒 還有骨的話我們用一致骨 肉骨茶湯頭清澈 入口時白胡椒味道鮮明 香辣又暖胃 豬肉亦完整沒有散開 肉質香軟入味 肉骨茶的話 其實我們每天都很早回來要準備 因為它又要 首先要出水 再將白胡椒去烘它 胡椒才會出味 中碎一些胡椒 因為如果這樣圓粒的話 焊了的話是有香味 但也不夠出味 而且不夠香味 所以我們一定要放入煲湯桌 因為也不想 其他人吃都會有渣 香料加上都是有十多種香料 放在一起 因為才可以有胡椒濃郁的香味 再煲大概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所以每天回來都要很早去準備 加上我們的小店 又是戶外 一邊喝著肉骨茶 很涼涼的 現在很適合天氣 另外還有食星馬菜一定有的椰漿飯 用香茅、花蘭葉、椰漿等等製作 香茅椰漿飯 在新加坡的食法 主要是椰漿飯加上辛巴醬 每次一做的話 就要三、四個小時站在爐上炒 辛巴醬 拌在椰漿飯上 配上一些配菜 就是青瓜、魚仔花生 拌勻它 有口感、滋餘和椰香 辛巴醬有些香辣辣的 全部拌來吃就很惹味了 巴東牛肉 都是我們很多人讚賞的 有很多都會特意進來吃巴東牛肉 因為它覺得外面的做法 跟我們做法不同 我們印尼的做法會加一些咖喱下去煮的 可能會… 咖喱味的方面會比較重 但我們巴東牛肉的做法就是良野做法 它其實不是主打是咖喱味 它就是香香辣辣 曾經有個客人說 因為他要回歐洲 還想我們給他一個餐料 因為他說他經常來吃 他覺得巴東牛肉的做法 他很想帶回自己家鄉的時候 可以煮給他老公吃 全銷都很有風味 重點就是他們的沙爹醬 同樣是自家製 夾襲著粒粒的花生碎 很有口感的 但是我們那些沙爹醬 森巴醬 連森巴醬有分幾種 又是素森巴醬 那為甚麼要堅持自己做呢 因為其實 第一我們喜歡吃 對食人有些要求 但是就是想用我們自己覺得家鄉的食物 因為我們吃不到 吃得到可能人們退休 不做 已經不存在了這個餐廳 那我倒不如自己做 我們堅持的是沒有味精 還有所有醬汁自己做 因為醬汁和食材 是一定要混合才可以好吃 既然我這麼辛苦 做了些肉自己醃 自己自家製的 那醬汁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花多點時間 小店每件食物都認真製作 口味很正宗 下次去長洲 除了吃海鮮 不如想想吃這間這麼有風味的星馬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